早餐做好啦 這個就是我家小寶貝今天的早餐 現在加一點點燒肉醬 淋上一點點就好囉 先把蛋拿過來 中間再放一點點蔥 最後再加上肉片 我又把肉稍微剪碎一點 因為想說我家小朋友好像 每一次肉都吃得很大口 掛包早餐做好啦 可以開動吃囉 媽媽做的早餐掛包 幾顆星 謝謝寶貝 今天終於被老公帶出門啦 一大早看到路邊的鐵馬隊 覺得他們很厲害的同時 也覺得危險重重 快要到達目的地了 先在這買點曹災過 這邊是牧原 今天出來是來看祖先的 掃墓完不要馬上回家 現在去大賣場逛逛 在路上我們聊起了上一次地震 對福州造成的影響 才四級吧 它是這樣子的兩棟啦 我知道它中間有一個那個 中間有橋 對然後那個橋底下那個裂糞 裂開了 他們應該也只有四級吧 嗯 四級又不到 對啊四級不到 對啊 一二級而已吧 一二級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啊 可能有兩三級啦 兩三級 一二級根本感覺都沒感覺 好不好 他大概要上三 我看人家新聞報導說 他也到四級 你看我們那邊的人都還在喊說 好厲害 好厲害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 就搖得很厲害 兩三級就喊搖得很厲害 而且還是在車上 在馬路上 在車上 在開車 他說搖得很厲害 怎樣怎樣 然後我們這邊 台灣的人 台北的人都還沒什麼講 你看你有時候在家裡搖 台北有時候會搖到三級的時候 兩級到三級 你躺到爪上 你就是 然後就繼續睡 我經常也是習慣啊 兩三級 我就覺得還好啊 對 我們通常有一個警覺就是 我的判斷是怎樣 只要是左右搖 我就不用擔心 它震數不會到哪裡 像真正大的恐怖的地震 急速很高的 一定會先上下搖 已經到達Costco 鹹烤太鹹了 買一個這個 好吧 好買一個 芒果乾要不要 芒果乾不要 現在來買壽司 嗯 你覺得ok嗎 還是買兩盒小的 這沒有那個蝦 對啊 有蝦 沒有它沒有那個酪梨卷 沒有酪梨啊 對啊 所以你還是要分兩盒買 這也有龍蝦 我想買 它有蛋 嗯 買一個這個吧 好吧那就買一個這一種 買一個酪梨的 對啊 對 那種都沒有酪梨 嗯 那你就只能買一種這個 嗯 買一種這個 好啊 好就這樣吧 新出的吧 好高的 一人一人 一人一個嗎 一人一個 可是可是還有酥脆的 吃不完 還在旁邊那個 都不要 今天去掃墓啦 掃墓 順便去了Costco 主要是 去Costco 主要是要去買綠心 這樣子一盒八顆 1160幾好像 然後還買了零食 這樣一盒 這樣一大包300多塊 還買了什麼 還買了這個 明太子 這個我老公說他想要吃 還買了一個 榴槤冰淇淋 現在分一分 準備去七樓吃午餐 因為去Costco裡面的東西量都很多 我們都已經盡量挑這種小小的 小小包的 然後回來的話 就跟婆婆分一分吃 要不然 就我們這樣三個人的小家庭 根本都吃不完 以前跟公婆一起住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都是 都是買蠻多東西的 然後大家都在一起吃飯 後來跟公婆分開住以後 就發現 三個人去Costco買東西 真的好難買 所以常常買東西回來之後 就跟婆婆分著吃 它這裡面的這個 這是什麼 明太子醬嗎 明太子 這樣子的很方便 這樣撿一小個口 就可以拌麵 拌沙拉 拌在麵包上面吃 拌在飯上面吃 感覺不錯 這樣小小包的拆開來吃 也不用擔心說 放很久壞掉之類的 這個不錯 這我老公選的 這裡面一包 這裡面一包 不曉得有多少個 我來數數看 4 6 8 有20個 有20個 一包有20個 這裡面應該有寫吧 分一半 挺好的 總比沒有出去走好 要不然我天天在家裡 我真的覺得快 少打磨 讓我一下 對啊 我失蹤你是沒有能跟我聊天 我只覺得 老姐沒有聊天 有不一樣 有啊 我不是在聊嗎 我有在聊 聽老姐講 有啊 一桌上都在跟老姐聊天 是你沒感覺到 我在跟她聊 把它趕快冰起來 上去去了 聞聞聞味道 打開看看 還沒打開 把它打開 加油 可以嗎 什麼味道 陳臭 陳臭嗎 挖一點 挖一點然後放在這裡面 挖多一點 挖多一點 吃起來什麼感覺 臭臭 沒有吧 水 有很臭嗎 什麼樣的臭味臭豆腐的味道 他說很臭還在喝水 還可以吧 這個 像榴槤味嗎 是啊 這麼臭還不是榴槤味 不是有一個味可是榴槤味 榴槤味就這樣嗎 超臭 超臭的對不對 吃起來更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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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太臭了 不喜歡 吃吃榴槤口味的 我是敢吃啦 我覺得蠻香的 看起來我家小寶貝吃的一口 一直說很臭很臭 然後我跟他講話 他也說很臭 我覺得這個冰淇淋的味道 那個榴槤味沒有很重 我覺得那個 欸什麼 新鮮榴槤的氣味好像更重 這個聞起來還不覺得非常臭 今晚要來清蒸兔子魚 我老公說這種魚叫做兔子魚 他呢全身的肉幾乎都可以吃的 而且啊就連這個叫做什麼 呃這個叫什麼 還有他的這些腮斑子的這個地方 還有骨頭通通都可以吃 他的骨頭是屬於那種軟軟QQ的 那這個地方會稍微硬一點點 但是呢那個硬的量很少 所以呢一整隻魚幾乎都可以直接吃 吃進去 非常適合小朋友還有老人家吃 而且這種魚肉也很好吃 今天呢就把它拿來蒸一蒸 今天的晚餐 這個魚的骨頭給大家看一下 是長這樣子的 整個是軟軟QQ的 這個骨頭是可以吃的 看到了嗎?軟軟QQ的 然後它是完全沒有邊邊的刺 整條魚幾乎都可以吃了 整條魚幾乎都可以吃了 這個是 扶手瓜 炒兩層肉 然後加了這個是 枸杞 非常好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